说最温柔的话 打最狠的架 一位外表看似柔弱 实质相当强悍的虫柱 蝴蝶忍 在遇到探知狼后 蝴蝶忍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蝴蝶忍身高151公分 体重37千克 时常梳着叶慧卷发型 如果把头发放下来 其长度大概到锁骨附近 对付蝴蝶羽之 是王姐相待会的遗物 外加人轻盈的生法 与之在空中展开时 看起来就像是飞舞的蝴蝶一般 蝴蝶忍拥有着过人的智慧 丰富的药力知识 聪明美丽温柔等 总是面带温柔的笑容 而这温柔笑容的背后 真相却是令人悲痛的姐姐相奈会 仅仅是因为姐姐相奈会 喜欢看她的笑容 她便深藏悲痛与愤怒 总是面带温柔的微笑 当她为队友解读时 简直就像是天使下凡一样温暖 而姐姐相奈会是一位非常善良之人 甚至善良到希望人类与鬼能够和平共处 不同于姐姐蝴蝶忍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甚至觉得很可笑 不过即便是这样 她依然继承了姐姐的愿望 一直在思考不斩杀鬼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直到遇见了炭治郎后 蝴蝶忍才如是重负 看见炭治郎能带着身为鬼的迷豆子好好相处 她认为或许自己可以将姐姐的意愿托付给炭治郎 就算是自己办不到的事 也许她是可以的呢 蝴蝶姐妹原本出生在一个幸福的药师世家 本以为这样的幸福会永远持续下去 直到被破坏时才知晓 这份幸福如履薄冰 父母被鬼杀害了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 外出执行任务的悲悯与及时赶到 蝴蝶姐妹这才逃过一劫 经历词等恐怖的蝴蝶姐妹 似乎也未曾流露出丝毫的恐惧之色 只是流着泪约定为守护还未被鬼破坏的他人的幸福 而斩杀恶鬼 之后蝴蝶姐妹通过瘾找到了悲悯与行名 向她请教狩猎鬼的方法 最初悲悯与认为 不能因一时感情而剥夺了孩子的未来 拒绝了蝴蝶的恳求 并劝说蝴蝶姐妹作为普通人活下去 嫁人生子 抵不过姐妹二人的执着 最终得带了悲悯与的认可 在悲悯与介绍的培育师手下 学习猎鬼之术 蝴蝶人由于身材矮小 意气不足以斩杀鬼头而感到自卑 于是另辟蹊径 通过丰富的独立知识毒杀恶鬼 最终蝴蝶姐妹成功通过了腾西山的最终选拔 经过历练后 姐姐香奈慧成为了花柱 妹妹蝴蝶人成为虫柱 后来蝴蝶姐妹还从人贩子手中救下香奈慧 并将其带回蝶屋抚养 香奈慧十七岁那年 外出执行灭鬼任务时 意外遭遇到了上贤之二同魔 大战整整持续了一夜 深深地拖到了黎明 香奈慧也身受重伤 蝴蝶人赶到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临终前姐姐对人说 退出鬼杀对吧 你真的很努力了 但是仍可能 我希望你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幸福 希望你可以活到白发苍苍 已经足够了 然而倔强的人根本不理会 只是几乎疯狂的追问那只鬼的样子 以牙还牙才是她的性格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要灭杀恶鬼 在香奈慧的葬礼上 仍发现香奈慧因心里阴影 想哭却哭不出来 理解她内心真实感受的蝴蝶人 还温柔的安慰了她 自从姐姐离去后 蝴蝶人便每日都会带着温柔的微笑 几乎没有别的表情 努力的活成了姐姐喜欢的样子 并继承了姐姐香奈慧的愿望 在一次组合会议上 与甘露斯密尼相识 密尼惊讶于蝴蝶人穿着的普通队服 原来忍其实也收到了暴露的队服 不过他却当着色鬼裁缝 前田正夫的面给烧掉了 16岁时 蝴蝶人为购买药材 前往北方驿站 偶遇易勇一起打探当地吃恩雄的故事 由于易勇不善交际 甚至差点被请到橘子里喝茶 好在有蝴蝶人才逃过一劫 虽是易勇的任务 但蝴蝶人也非常热心的帮忙 哪有什么吃恩雄啊 不过是饿鬼做碎罢了 因为易勇实在不善与人交流 蝴蝶人便为八重普及了鬼的知识 但倔强的八重依然坚持要自己报仇 因为他深信自己的父亲是被吃恩雄吃掉的 蝴蝶人和易勇也并没有放弃八重 悄悄地跟了上去 果然鬼其实就是八重的父亲 理所当然 鬼被易勇斩杀 八重便丧失了深的希望 关键时刻 蝴蝶人救下了八重小姐 温柔的微笑还治愈了遍体鳞伤的八重 想必也是这一次任务的经历 让蝴蝶人对易勇先生产生了些许好感 自此之后 蝴蝶人只要和易勇在一起 便显得十分的放松和开心 不久后 蝴蝶人奉主公大人之命 率领部下前往那田蜘蛛山支援 在麻雀鸠太郎的带领下 救下了山翼和其他中毒的对视 随后继续深入蜘蛛山 对上了蜘蛛姐姐 因为姐姐相奈会的遗愿 一开始形式化的旅行杀鬼程序 希望和鬼友好相处 虽然他并不认同 但每次还是都会这样做 在识破鬼的谎言之后 也并不生气 只是以蝶之舞戏弄将其毒杀 大战结束后 发现探知狼带着身为鬼的迷豆子 想要将其灭杀 从而出现了鬼灭之热名场面 鬼灭安塞妖骨 因主公大人的命令 这才作罢 在注重审判上 听闻了招门兄妹的悲惨遭遇 便对兄妹产生了同情 是九柱中唯一一个 对探知狼有所关照之人 热心的他 还把受伤的对视带回蝶屋 为他们做康复治疗 还教导了探知狼善意 一只柱进行了拳击中常中的修炼 夜晚人来到屋顶探望探知狼 交谈中自己深藏心中的怒火 却被细心的探知狼给识破 蝴蝶人在姐姐被杀后 就无时无刻不憎恨着鬼 尽管继承了姐姐的梦想 希望人与鬼能够和平的友好共处 但面对无恶不作的恶鬼 内心深处积蓄着难以释怀的厌恶感 长此以往 他觉得相当的疲惫 在得知探知狼与姐姐相似的信念后 将自己的愿望寄托给了他 这才如是重负 之后在无限列车一战后 听闻了大哥新收狼的死讯 感到非常的难过 在主的指导训练中 蝴蝶人也并没有参与 似乎是看出了相奈呼的情绪 便想起透露自己的计划 如果碰上杀死姐姐的上贤之二 首要条件就是 自己必须被鬼吞噬而死去 相奈呼惊了 认为一起战斗的话 就一定能取胜的呀 理智到几乎冷酷的蝴蝶人 淡淡的说 请你马上舍弃这种天真的想法 上贤强大的实力 至少与三位助匹迪 根据姐姐相奈会的情报 上贤之二似乎对吞噬女性 有着异常的执着 因此自己已摄入藤花毒素一年多了 全身上下都是藤花毒素 贤者既不厌恶生存 亦不畏惧死亡 此时的蝴蝶人已经做好了觉悟 就算做到如此地步 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届时就需要相奈呼的补刀了 之后不久 无限城决战就已爆发 连主攻也葬成火海 随着无产重计 诸是打入削肉无产的药剂 上贤名女 把大家拉入无限城 想足够击破 蝴蝶人遁寻着血腥气味而来 此时的铜魔几乎还在进食 初次见面几乎一瞬就已发觉 眼前这只鬼 就是与自己有着血还深仇的铜魔 昔日记忆又再次浮现 从外观上来看 几乎与姐姐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此时还有一个对视活着 人对自己的速度还是极有信心 只一瞬便已救走那名小女孩 任温柔的关心女孩 只是非常可惜 铜魔已经给予了她致命的伤害 铜魔还淡淡的说道 请就放在那里吧 之后我会吃干净的 看似人处无害的铜魔 向人解释着自己歪曲的教义 人清静暴起的说道 真是令人作呕 看着愤怒的蝴蝶人 铜魔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还在恶心人 人暴怒的讲到了姐姐香奈慧 铜魔这才认出了香奈慧的衣服 遗憾的表示 没能吃掉香奈慧真是太可惜了 不等铜魔话说完 较小的蝴蝶人瞬间爆发极快的图刺 同时铜魔也放出血鬼术进行反击 人非常不妙的吸入了铜魔的血鬼术 自大的铜魔愉悦的肆意玩弄 中毒之鱼铜魔开心极了 认为中毒会上瘾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蝴蝶人的算计之中 从之呼吸清零之舞 人爆发了极快的速度 然而就算在速度这一优势下 人也要弱于铜魔 打斗之鱼铜魔还不忘调侃 人是个小矮子 根本无法砍下自己的头 人回忆起了姐姐临死前想对自己说 却又没能说出口的话 人可能会输给那只鬼 打起精神来 不要哭啊 既然决定打败他了 那就去打败 不管付出怎样的牺牲都要赢 在姐姐的鼓励下 蝴蝶人艰难的站了起来 你真的是人类吗 鼓住一致的用尽全力刺穿了铜魔的咽喉 将毒素全部注入 昔日与姐姐的约定就像是昨天一般 只要打败一只鬼就能拯救几十人 如果是上弦更有数以百计的人会得救 不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 有些事就是必须要去做的 然而毒素却没能起到作用 铜魔流着泪感叹 太厉害了 你真的很努力了 铜魔抱着人让他讲出自己的遗言 人用尽最后的力气讲道 下地狱吧 这时香奈呼赶到 临死之际人还不忘做出手势 提醒香奈呼 不要吸入铜魔的血鬼术 香奈呼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师父被铜魔吞噬了 之后香奈呼与一只柱 一同与铜魔展开缠斗 就在两人快要败下阵时 蝴蝶忍的毒素开始起了作用 此毒在传遍全身之前 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可能察觉到 最终在忍大幅削弱铜魔的情况下 香奈呼与一只柱两人配合 砍下了铜魔的头 走马灯里忍见到了铜魔 你终于死了 太好了 这样我也能安心离世了 铜魔轻浮的笑着称赞忍的毒素 忍非常满意这样的结果 虽然五惨还活着 但鬼杀队的伙伴们一定能打败五惨 铜魔被忍的话所触动 已经不存在的心脏竟然开始跳动起来 神经之一般向忍表白 小忍真是可爱呢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吧 忍微笑着回答 你快死吧 下三难 至此 蝴蝶忍的复仇总算是成功了 在樱花下 蝴蝶姐妹也终于和父母一家团聚 几人开心的拥抱在一起 看来一家人在天堂肯定会过得很幸福吧 任年少时留着短发 严肃认真不够言笑 仅仅是因为姐姐相待会 喜欢看她的笑容 在姐姐离世后 人就活成了姐姐喜欢的样子 即便对鬼痛恨至极 恨入骨髓 她也没有忘记姐姐的梦想 用温和的笑容遮盖着内心的阴郁 温柔教导培育了蝶屋的孩子们 自知实力不及同谋 调制毒素也无法置她于死地 早已做好了觉悟 不采用自杀式毒杀 终究还是如了愿 蝴蝶人就是这样一个柔弱温和又坚强的女孩子 绅士和结局的悲伤 并不能掩盖她本身的光芒 希望大家能多多了解人姐姐的魅力 只要你喜欢蝴蝶人 我们就是朋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还是拜托大家帮忙订阅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